接下來我們要看第四頁第二題 第四頁第二題同學取球的問題 代中有兩黑三白 從代中每取一球 取球總共取四次 可以嗎 X代表的是取到白球的次數 就看你四次裡面取到幾個白 懂不懂 同學這個取球問題分成兩類 如果你要細分叫三類 哪三類 同學取球第一個最簡單 叫做一把抓 對不對 守身心具一次抓四個出來 懂不懂 一把抓的問題就不用考慮球的排序問題 聽得懂嗎 但是同學還有兩類分別叫做一個一個取的時候 取後不放回跟取後放回 聽懂嗎 取後放放回不管 你只要一個一個取都要考慮到它的排序問題 懂不懂 只有一把抓叫做任意取 不用排序 但是一個一個取 不管取後放回還是不放回 是不是要考慮球的排序問題 聽懂嗎 好 所以來同學第一個 要問的是取後放回 這也要排序好不好 好 所以第一個要寫出的機率質量函數 來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隨機變數有什麼情況 第一個情況叫取後放回去 在取後範圍的情況底下 隨機變數x 同學題目自己說的 x代表的是取到白球的次數 可以嗎 所以白球次數有多少 有多少 4次裡面 4次裡面白球的次數 有可能有幾 有可能有幾 本來應該算什麼 4次裡面 x取到白球的次數 4次裡面一個一個取 因為它取後怎麼樣 同學有沒有放回去 有喔 因為每次取球 是不是都有兩黑三白可以取 對吧 跟取後 不放回去就不一樣了 你不放回去 那個球是不是就越來越少 懂這意思吧 所以這個隨機變數喔 取4次的隨機變數 是不是有可能從0開始 4次裡面都沒有取到白球 因為每次黑球都有兩顆嘛 對不對 所以可能0 1 2 3 最多是不是4次都有拿到白球 聽懂嗎 這隨機變數就叫做可能的結果 知道嗎 隨機變數 又可以稱之為 題目要求的情況底下 可能的結果 好不好 這屬於取後放回 每次都有兩黑三白可拿 可以嗎 所以來第一個 幾率質量函數p of x等於0 同學4次裡面呢 拿到幾次白球 0次啊 聽懂嗎 4次裡面都沒有白 所以同學來怎麼做 C4取0 各位同學 代中呢 都保持著裡面有兩黑三白 拿到黑球的幾率 叫做等可能性 懂嗎 每拿一球 拿到白球的幾率 5分之3 黑球的幾率 5分之2 C4取0 5分之2 5分之3 同學一個是黑球一個白球 C4取0的意思就是 4次裡面呢 沒有任何一個白球 所以白球是0次方 黑球是不是4次方 其實前面這就是什麼 我故意寫C4取0的啦 其實就是它的排序問題 就是一種 前面就是它的排序 聽懂嗎 取後放回跟不放回 都要考慮排序問題 懂這意思嗎 好不好 這叫做 6 2 5分之2的4次方 16 好 這第一個 p of x等於0 再來 p of x等於1 取後放回 取4次 取到只有一個白 所以一個白怎麼做 4次裡面一個白 白球幾率 5分之3 代表3次都是黑球 聽懂嗎 同學一樣 前面這叫什麼 排序 當你把它打開 在用公式寫的時候 利用階層表示 是叫做4階除1階3階 3階就是3黑1階是不是1白 3黑1白的排序 4階除3階是不是除1階 可以吧 好不好 同學繼續走 這叫做6 2 5 上面的8 3然後再乘4 所以是96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再來 p of x等於2 4次裡面呢 2次白 c4取2 寫快囉 5分之2次 5分之3 2次 排序在這裡 2黑2白的排序 是不是4階除2階 這就是4階除2階的意思 懂嗎 你可以把它想4次取2次黑嘛 或者4次取2次白 對不對 都一樣 都是c42 好 同學6 2 5 來 打開來分子是2 1 6 接下來 還有兩個喔 p of x等於3 c4取3 300 5分之3 括號的3次方 這叫3001黑 排序在前面 好不好 c4取3 好 同學這個是6 2 5 打開來一樣是2 1 6 好不好 這應該沒問題 最後一個 p of x等於4 4次裡面呢 4次都是白球 一種 還是故意寫成c4取4 好不好 好 同學 前面呢 黑球0次 4次都是白 6 2 5分之3的4次方 81 81 這就是什麼 第一小題它的機率質量函數 聽懂嗎 就有這 5種情況 可以嗎 好不好 這是第一小題的部分 用來自我 防紅 5分之3 20 2 3 5 好了嗎 好 接下來 第二個問題 同學來 抱歉 寫在這邊 第二個問題 一樣代中2K300 一樣一個一個取 差異性就是取後不放回 所以越取的球是不是會越少 所以同學隨機變數X會是多少 有可能會是多少 再看一次 X代表什麼 白球的次數 所以這個白球取完4次 最少取到幾個白 最少取到幾個白 就是你要取到最多的黑 代表4次裡面 你是不是可以取到兩黑兩白 因為黑球把它取光 可是要取4次 剩下3顆是白球 所以這個白球最少是不是拿到2個白 對不對 可以嗎 最多咧 取4次 最多只能3個白 有沒有可能有4個白給你拿 沒有 因為什麼 取後不放回 有沒有聽懂這意思 你白球最多才3個 你不放回 最後是把那3個白球 全部拿光而已 有沒有聽懂這意思 好不好 所以這個X隨機變數只有2跟3 好不好 這個跟放回不放回是不一樣的 可以嗎 好 不放回 來怎麼處理 一樣 機率質量函數P of X等於2 好 這怎麼算 同學分母是多少 所有的情況 在以前喔 高1的時候機率問題喔 取球喔 同學這個球喔 一樣不一樣有差嗎 白球 3白 可不可以把它編號 可以吧 編號跟3個6一模一樣 把那取球的機率答案是不是一樣 所以是不是把它編號也比較好想像 也就是你可以把它想像 總共裡面有什麼 白1白2白3 剩黑1跟黑2 因為你是不是要等可能性 懂這意思吧 你第一次拿的時候裡面幾顆球 是不是5顆球可以拿 所以是不是有5種 再來剩4顆 3顆 是不是2顆 是不是所有情況 5 4 3 2 懂這意思吧 好 那同學X等於2的意思代表是 拿到的是 兩黑兩白 可以嗎 等於2 是不是2白 另外一定是2黑 所以才2黑2白多少 黑球有幾顆 2顆嘛 第一次拿2顆 黑選1顆 再來呢 是不是一個黑 這2黑喔 BB 有沒有 白呢 白一開始有3顆 對不對 3 3 再剩2顆 4 3 2 看懂嗎 同學 可是答案是不對 為什麼 因為還要幹嘛 誰說一定要BBWW 黑黑白白 可不可以黑白黑白 對不對 所以它可以再做什麼 排序 就剛剛講了嘛 不管取握放無放回 都要考慮排序 2白2黑的排序 叫做4接除2接2接嘛 這就是排序喔 有沒有 都要考慮它的排序問題 好 同學 嚴密計算 5分之3 該約的約一約 可以嗎 好 接下來 同學POP X等於3 好 分母不囉嗦 對不對 第一次拿5顆 再剩4 3 最後是不是剩2顆 X等於3的意思就是呢 取到的球一定叫做 1個黑 3個白 是不是1黑3白 所以同學來 2黑 可以選嘛 2黑挑1黑嘛 那白咧 白的話呢 取到白的話 是不是有3乘2乘1 懂嗎 這是黑 這是白嘛 3個都要白 白有3個 再拿剩2個 再剩1個而已 有沒有聽懂這意思 好不好 好 分子 還要排序 來 1黑3白的排序 4階除1階3階 排序 聽懂嗎 那同學如果啊 你沒有計算錯誤的話 這其實喔 第一個算完第二個就已經知道了 為什麼 因為你所有的情況是不是這兩種 這兩個機率總和一定要等於 1吧 懂不懂 所以底下呢 我故意把它寫成叫做 1減5分之3 懂這意思嗎 這一定要等於5分之2的啦 好不好 因為全機率和是不是等於1 因為只有這兩種情況 有沒有聽懂 好不好 這兩個合起來一定要等於1 好不好 1減5分之3 答案一定是5分之2 或者你慢慢約一約 約一約 答案一定也是5分之2 可以嗎 好 好 大概 我也想不想說 但是我這邊有多一個 1減5分之3 可以找到1減5分之4 可以找到2減5分之4 好 來 可以的話我們一下看喔 請看第五頁第三題 109 社會組的聯考題目 來 隨機變數 x 可能的值 1 2 3 4 出現的機率 p of x 等於 k 與 k 分之一乘反比 所以來 p of x 等於 3 的機率會是多少 題目看得懂嗎 從你們這一屆開始已經不會有社會組的聯考題了 未來呢 樹必是不用參加值考的嘛 對不對 所以學測要好好掌握 知道嗎 好 來 同學第三個 根據提議 順著題目做 出現的機率 同學隨機變是有四種耶 等於 k 啊 k 1 到 4 k 等於 1 的機率叫什麼 機率跟 k 分之1 是不是乘反比 乘比例嘛 抱歉 乘正比啦 跟 k 分之1 就導數乘正比 所以比例就是 1 分之1比 2 分之1比 3 分之1比 4 分之1 是不就這個意思 懂嗎 同學去分母 劃成最簡單的整數比 分母 就是最小公倍數 12 所以叫做 12 比 6 比 4 比上 3 有沒有聽懂 好 接下來你要問的是 p of x 等於 3 同學 這四個合起來喔 是不是機率總和 機率總和會等於幾 全機率合是不是等於 1 對不對 所以呢 這樣寫好了 好不好 全機率一定是1 這四個合起來是1 所以 p of x 等於 3 1 倍分成幾等份 12 比 6 比 4 比 3 所以全部有 12 加 6 加 4 加 3 25 等份 p of x 等於 3 在這裡 可以嗎 所以答案 25 分之4 懂這意思嗎 就順著題目做就好了 有沒有聽懂 其實你也可以這樣想 還有一個解法器也不錯啦 反正就是一定要用機率總和嘛 你也可以這樣處理啊 我們也可以這樣說 直接令 反正呢 出現的機率質量函數 等於 k 要跟 k 分之1 乘正比嘛 所以你就假設第一個叫幾 第一個機率叫做 t 嘛 第二個咧 當然就是 2 分之t 再幾 3 分之t 再什麼 4 分之t 嘛 這合起來答案是不等於 1 這樣是不是可以直接求出t 所以 懂這意思嗎 懂不懂 t 答案就等於 通分嘛 25 分之12 看得懂嗎 啊這個答案 這個比例 3 分之1的這個 對不對 3 分之t 25 分之4 這樣做也可以 懂不懂 但關鍵就是這個題目要記得全機率等於多少 是不是 懂不懂 那比例就是順著題目的條件做而已 懂這意思嗎 懂這意思嗎 做得很準確 我們可以結論一下 我覺得因為這一次 就是方法有用的 這一個比較導火來的 對啊 谢谢观看